我什么大夫都不想再看了 好 就凭你这句话 那我就帮你看看 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夫 眼前这位正在隔空诊脉的老头 就是鼎鼎大名的医生张仲敬 年纪轻轻的他已经是 珠洲城内家喻户晓的名音 此时他正在为一位黄花大姑娘 悬丝诊脉 姑娘因为被江湖郎中诊断为喜脉 而羞纷的想要自尽 幸好他遇到了名医张仲敬 大夫 你们有资格叫大夫吗 他的脉象先服后尘 我可以肯定 他是内热未散 所以喜脉是假象 他所患的是复古之症 好 说得好 而这个在一旁叫好的男人 就是我们的男主华佗 憨头憨脑的他 哪里见过如此高超的医术 不由得对张仲敬敬拍了下来 梦想着有一天也要成为 像他这样厉害的医生 很快机会就来了 华佗看到张仲敬医馆门口 招聘厨师的信息 于是心生一计 想先混进张府 然后再偷偷血衣 可对厨艺一窍不通的他 哪里会做菜 看着别人切菜的样子 他也有模有样的学了巧 但这抛锅的动作 没个十年的功力 怎么也学不来的 果然看到华佗做的菜 主人家都连忙摇头 告诉他这菜连猪都不吃 让他还是另谋高旧吧 可华佗的血衣之心 是何等的强烈 连忙拉住女人苦苦哀求 无意间妖间的玉佩掉在了地上 华佗刚要身手曲解 女人倚先她一步将玉佩捡了起来 原来女人竟是她指妇 未婚的未婚妻张妙心 妙心只是看到华佗做的菜 就已经对她好感觉悟 眼看妙心就要将她赶走 华佗便已提前为妖协 让妙心把自己引肩给张仲敬 想做我徒弟 要过三关 我知道 谢谢张大夫 我名字叫 你不用说你的名字 我现在没兴趣记 张仲敬对华佗十分亲密 甚至不想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表面上答应可以收她为徒 但必须要通过三关测试 想一次劝退华佗 而第一题就是默写出人体的十二个经络的位置 人体有奇经八脉错综复杂 想要默写出准确位置谈何容易 就连张仲敬学一多年的大徒弟 默写出来也需要一盏茶的时间 张仲敬轻蔑地看向华佗 大方地给了她一炷香的时间 可她哪里知道 华佗自小偷学一书 对其经八脉的位置早已烂数于心 不到一盏茶的时间就全部默写出来了 张大夫 你休想我会延长时间啊 不是啊 我默写好了 这几人的速度 连张仲敬都有点不敢窒息 于是联盟上前查看 你什么人 我是华佗 华佗 他就是妙心失散了十几年的未婚夫婿啊 你是华一只的儿子 对啊 混账 华一只的儿子何必跟我学一 华佗因为父亲不肯教她医术 因此想拜张仲敬为师 但张家和华佗似乎渊源颇深 一听到华佗是华一只的儿子 张仲敬就更不待见华佗了 是啊 爹 反正大家相识一场 就当他考上来 哼 但是华已经说了出去 他还是让华佗继续闯关 而第二关 是他说出药名 然后华佗负责抓药 好家伙 这华少般的机关枪般的语速 是想闹哪样 只见华佗迅速打开药柜 不断翻转梯子 居然轻松将张仲敬的药一一抓了出来 更没两千 大倒三枚 是麦门冬汤 第二关虽然过了 但张仲敬显然不想收他为徒 让下人端出一杯茶 随后往茶里吐口水 便化妥喝下 喝 爹啊 您太过分了 住嘴 喝 这杯茶比所有医书都有用 正所谓学医先学德 病家抱恙 一定是脾气暴躁 如果我没有耐心的话 又怎么照顾病家 不用喝了 师父明白你的心意就行了 算了 你过关了 华佗迅智慧巧妙地化解了这尴尬的难题 就这样他也顺利地败入了张仲敬门下 华佗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 可不想家人听到这个消息 脸色立马大变 谁让你去学医的 爹你又不肯教我 我只好找别人教了 不准去 明天我替你找别的活干 爹啊 华佗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父亲 明明也是一位大夫 却偏偏不想让自己学医 这天 华佗为一位枯死拳冠青的美男子治病之时 经意外发现美男子似乎有瘟疫之症 可这是他第一次行医 他哪里分辨得出是不是瘟疫 于是华佗将美男子的病情告诉师父张仲敬 不想师父进入以为华佗是在质疑自己的医术 恰逢此时阴城内病人突然暴增 恐城中大乱 县令特来找张仲敬学问病医 张仲敬一口咬定是天气转梁引起的疯痕 其实这只不过是湿 这不是湿这么简单啊 正在这时 华佗拿着竹简走了出来 而病患的症状正如竹简所是乃是大瘟之相 病气如春风 病发如暴雨 是大瘟之相啊 张仲敬连忙接过竹简 竟发现是自己的伤痕 你自己也有血了 那是不是大瘟之相 听完华佗的话 张仲敬自觉面子有点挂不住了 伤寒论乃自己所作 如果自己还不如徒弟 这要是传出去 他还怎么出来混 他一口咬定不是瘟疫之相 并以偷看医术为由 让县令将华佗抓了下 这是一位红脸壮汉走了进来 壮汉请求张仲敬为自己的兄弟治疗 而壮汉的兄弟正是美男子全管轻 看着美男子的病状 张仲敬立马慌了神 因为美男子的病状正如华佗所言 乃是瘟疫之相 但他还是故作镇定告诉壮汉 美男子只是感染了疯寒 只要吃鸡肤要便能康复 张仲敬回到家里 连忙带着妻儿回乡祭祖 可不想女儿妙心竟突然晕倒 这几天 你有没有见过什么人 询问后得知 女儿曾与华佗一起 呛救这美男子全管轻 哎呀 这下麻烦了 妙心传染到瘟疫了 家人听闻瘟疫不由的 吓得惊慌失措 张仲敬只好将实情说了出来 当初爹在县官面前 已经说没有瘟疫了 可是现在要是说有 岂不是说我断错证 哦 在此时妙心突然起身 揭穿了父亲的虚论 并请求父亲将华佗从老里救出来 可父亲爱于面子 说什么也不肯救华佗 我真不明白你啊 你花这么多心机来试爹 啊 你到底所为何事啊 啊 嘿 妙心内心有愧 将华佗从老里保释出来 华佗欣喜百姓希望师父能出手相救 但说出去的话犹如泼出去的水 张仲敬怎么也不肯出手相救 我求求你 不然会有很多人病死的 你不别说了 这件事我不管 华佗和未婚妻妙心 便决定自己收容医治病患 但华佗刚血医不久 面对如此难题 他也束手无策 华佗只好求父亲出手相救 你救救病人吧 他们就快死了 其实华佗不是不肯出手相救 而是因为他也从未医治过这种病 除非 除非什么啊 华佗佗和资音论 华佗和资音论 融会贯通 何二为一 也许能找到根治之法 伤寒论 对 行 华佗听完父亲的话 便光明正大的潜入张仲敬家中 可他才刚拿到伤寒论 便差点被张家姐妹打的生火不能自理 不准打 华佗 我来问你 医治瘟疫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要是我能够看完全卷伤寒论 我有 张仲敬见话佗一片诚心 便答应将伤寒论借给他 县令眼见城中患病的人日益增多 便前往一炉质问张仲敬是不是瘟疫 眼看实在满不下去 张仲敬只好将瘟疫已经扩散的消息告诉了县令 县令一听 这还得了 联盟下令将病患全部抓去隔离 放火 可当他们正要离开之时 红年壮汉突然杀了出来 三下五出二就将他们打倒在地 然后一脚踢开房门 将百姓都救了出来 另外一边 经过话佗和妙心一晚的深入研究 终于在一堆医书中 找到了瘟疫的救治之法 只要将棺材菊和六位不同的草腰 同时监制后服下就能治愈一臂 所有行医的人都知道 棺材菊是奇毒无比呀 但棺材菊剧毒无比 少有差错就会让人余话登仙 话副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华大夫 我好难受 我熬不住了 求求你让我试 在村民们的苦苦哀求之下 华副答应和华佗一起 前往寻找棺材菊 但棺材菊都生于悬崖峭壁 他们还缺少一位 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的高手 我帮你们去踩 正在这时 红莲壮汉走了出来 说愿意和他们一起前往 就这样在众人的努力下 华佗终于踩到棺材菊 成功地将村民们治愈 张仲敬觉得愧对百姓 决定举家迁往洛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